来到息责环节 这次请来就是安宏投资总监 兼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 客席副教授杨舒健Victor Hello Victor Hello Candy 好 今天来到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 九月份那些高息股的表现 我们不如先讲讲最好的一点 排头威有只龙湖升了差不多七成一 润地升两成九 中海外都升两成八 接着就是友邦终于不是内房 升了两成六差不多 然后弘桥升两成一 就这样立下去内房天下 升得也都是很夸张 始终你内地都密集式 推出一些刺激措施 内房股就最受惠非常之强劲 明天法改委其实就已经预告了 明天明早上会有一个发布会 大家都关注究竟财政政策方面 究竟会有什么一蓝指的措施出来 在这个开会之前看到港股今天就相对比较冷静 部分内房都有些明显的回吐 但就算是这样 Victor可不可以说其实这个内房板块 已经是叫做开动或者活起来呢 我想如果只是聚焦内房的话 其实就很多可能是夹短仓 因为之前大家都在害怕 不知道哪个内房是会可以继续做下去 很多的时候就会有一堆的短仓在里面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听过有日本的基金公司 那个办公室在香港的到七月底 它仍然是布出来的 它是长仓日本然后短仓中港的 这一类型的基金 如果你一发现那个势头一转的时候 它要去补仓的话 就自然会补了下去 就是过去一年 过去年半想得最厉害的那些板块 包括内房 但是今天就想跟大家看的一个图 就是iShares那张图 那美国那边上市有一只 就叫做iShares China Large Cap ETF 这一只其实就是现代的资金流向 我们的散户都很容易查到 一查到那只的话 你就知道海外的投资者是有散户 也都其实现代的话 去到家族办公室 去到小一些退休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很多时候他们要做板块 甚至乎整个国家来做 他们都是直接做这些国家的ETF 你看到这一只 iShares这只中国的ETF 它上周上个星期 录得的资金流入 是破历史记录的20年来 最高的 差不多是去到一个星期 入了10亿美金入来 香港股市 所以其实这件事就证明了 这两个星期 这个图最炒气 很多其实都是海外的钱 所以这件事再加上 刚才说的夹短仓 再加上有些换马潮 我们也会说 牵涉到本地的更悶的斑块 就被人换进去的高低 因为基金经理说 这个位置一定要追低 否则他的职责 就是要跑资者的指数 而指数不断升的时候 他就唯有换到高低的东西 即是跑得快到指数的东西 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就自然就看到高低的 曾经之前低迷过的板块 就特别升得快 好 反而看榜尾 或者表现比较差一点的收息股 我们找到什么呢 就是中海油最差了 跌了差不多一成 电能实业和这个场景 都跌超过8% 中电信跌超过6% 至于中电都超过1%的跌幅 之前这些是稳健炒收息的 就跑上来 但是现在市市这么旺 反而这些公共利便的股份 好像被放生了 但问题是之前已经升了这么多 其实你看9月份的回讨 都不是说真的这么夸张 你怎么看之后公共股的走势呢 其实短期来看的话 当然就是换马 就像刚才说的 这些是最低低的东西 当市一大升的时候 只要你一定要跟指数比较的 那类基金经理 你一定要全部放掉 如果不是你拿着这些 它升得慢 它对你都会输 另外就是你刚才说的 尤其是在榜尾那里 有两只 除了中海油之外 另外两只都是长河系的 一只电能实业 一只长健 这两只都是之前炒作了很多 甚至这个节目我们都说过 几个原因 一就是刚才说的 他们稳定收息 所以一直未看清了状况 未见到转弯 当然就追捧他们 另外就是减息 因为你见到它是明显 是第三季 七月至七月으로 這就是因為開始炒美元減息 美元減息當然是公用股最容易第一個炒氣 因為收入是極度穩定的 然後你的息口特價就像債券一樣的價值升 再加上長見再炒作第二上市 幾個原因之下這兩隻就之前炒氣了 所以我們做出一個圖 你不需要看一场,只由year today来看,你已经发觉是,这两个是上个月跌了差不多10% 但是,其实year today,年初至今来看,其实它都跟2号,跟3号,甚至乎跟他们的母公司,跟祥和实业自己的回报 现在跟他们的回报差不多,长江基建,甚至乎还是跑赢的,所以这些都仍有很稳定的选择 这就是回到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你是基金经理,你要追回报的,你要赢大市的,我很明白你现在放他 但是如果散户的话,你其实赢了,有正收入都已经是收货的话,其实也无需说因为他一个月跌10% 就怕他放了,反而我们知道的就是,很多是看长线的人,是现在继续去收集 好,那后市怎么看呢?Victor,因为港股的成交真的很惊人的,好像你这么说 一开始也说,其实很多基金经理要追回,他们要增持一些中港股市 那后市是否可以就这些因素继续升呢? 其实我想,有两个星期大家可以真的认同,就是论述开始有那些改变 那就是接了一个利益进来之后,然后就是现在最少的股市里面有钱 那你见到好像Hyper的那些也是,Open Night Hyper突然已经抄上去 那证明就是那些人开始动用那些钱 那这样就不会很快逆转的,那尤其是那些,不要说我们本地操作那些基金 那些基金就一定,那些就唯有是去持有高质 那但是还有那些全球基金那些,其实他们到现在,他们可能是 会调高一点中港的股市,他们的组合的比例 那但是都不会,我们见到有数出来的那些都不是很高的 很多都是最多都是去到Ego Rate 那再大一点的投资者,那些大型退休基金那些更加没移动 那所以呢,变成了就是,只要消息是一路OK的话 那你现在这一转,我们最多可以说就是 那些对冲基金啊,甚至是个人投资者就FOMO那样入市了 那但是这些大的投资者,他们要不要进来呢 可能他们仍然都是要看回那个更加长远的政策 甚至乎其实你到最后股票的事情,一定到最后 什么可以决定到它的估值的,就是它每季报出来 或者每半年报出来的那个盈利 那盈利会不会真的显著回升呢 那这个才是大家,如果一看长一点,就看几个星期 两三个月,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有什么投资建议呢?当然了,这几天的这个星期 气氛那么好,可能散户,甚至乎那些基金都说 怕FOMO,怕错失了个时机那样 但是如果真的看中长线,是不是这么急呢? 现在涌进去呢? 其实FOMO就差不多了,那明天又不再有政策公布 那在乎明天公布出来的那些大家收不收货 那可能短期的时候,甚至乎可能有少少sell on fact 那但是呢,这几年看得多些海外的市场 就发现其实大部分时候呢,做得最好的企业都是那些国际 它是当地最擅长的那几间企业,而它的生意是可以自然的 那你美国科技七雄一定是,就是我们全球都用它们的科技 那甚至乎你看回我们以前在这里介绍过英国的ETF 澳洲ETF里面最大的那些,永远都是它们可以打出国际的品牌 那所以其实这一刻FOMO完之后,大家都要关注盈利 关注它长期增长稳定的话,我觉得呢 都是时候看回一些,就是有哪些股票 本地香港股票也好,中资股也好 哪些是真的可以出去的,最少在亚太区 甚至乎不是的,去到伦敦,巴黎,去到纽约都可以做到生意的 那那些公司其实就长差,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收息之后可以再继续放回去 是的 好,谢谢Victor和我们的分析,谢谢 美式赞华智亦都来到这里了